大家好 就我目前知道的消息 虽然说中国现在护照不能办 签证也不能办 各种各种问题 但是还是有朋友向我反馈了一些信息 就说如果你不要办旅游签证 或者是想办法办一个什么其他的商务签证 诸如此类 或者虽然护照不能办 但是你换个地方申请 或者诸如此类 我要说的意思是 天无绝人之路 总是还会有某种办法 这个办法就不那么常规 但是依然有办法 上帝不会把所有的门全部关死 总会有缝隙给你去钻 我觉得勇敢者 一个志勇双全的人 你有智慧 你有勇气 你有决心 你就能给自己找到一条路 我不喜欢那种人 一来就问 安民这样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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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指望从别人身上 能一次性获得所有的信息 就感觉像 让外界把所有的路全部铺平了 你走就可以了 但是实际上 有些路很难走 需要你自己去挖掘 你得挖空心思去挖掘 你有时间去聊天 有时间去废话 有时间这个那个的打发时间 一天一天的过 不如你去花 花时间 花脑筋 花精力 去挖掘一条路出来 我始终是认为 中国是没有希望的 从人生的一个角度考虑 离开中国才是人生大计 其他都是表面的东西 中国经济一下好了 或者说你在中国还能够赚点钱 那都不是长久之计 你早晚是韭菜的命运 早晚被割 不是被割 这里是被割那里 你不是在房子上被政府割 就是在医疗上被政府割 或者在教育上被政府割 总之 你总之政府要割你的地方 你逃不掉 你就不是一个自由人 所以我觉得离开中国 才获得一个自由之身 才是人生大计 虽然现在路比较窄 依然有路走 就像阿明在美国疫情 最严重的时候 全世界的人都在反对我的时候 我依然敢从柬埔寨 转机过来 我已经在走一条 别人都在质疑的路 你也可以 如果你认为 自由世界值得你去追求 你就不应该按常规思考方式 去思考问题 打破常规方式去思考问题才行 而不是坐以待毙 当然呢 也许我有点神经兮兮 这个阿明有毛病 耶那王在传播这种末日论思想 说不定 这个签证就可以办了呢 未来都要未来都会恢复正常的嘛 这护照暂时不能办而已嘛 未来都能办的 你把事情想象的太好了 所以 以前有句话叫 下从不可与兵 这个叫 井蛙不可与海 趋势不可论道 就是你用一个常规的思想 去考虑一个 在瞬息万变的时代 你可能就受了自己的思维局限 是正常情况下 护照是会办的 是会恢复的 正常情况下 签证也会恢复的 是 万一它不正常呢 我觉得人是应该多几条路走 我觉得我这几天讲这个话题 有点啰嗦了 但是我还是觉得 我并不对我的话承担任何责任啊 我只是表达我的观点 大家自己去思考啊 另外呢 我还是想奉劝一下 或者说建议一下 我知道目前依然有人陆陆续续的啊 借助各种办法 在离境啊 在借到来美国 或者是去其他国家 我为你们的勇气点赞啊 点赞 你们真的很勇敢 也很有智慧 也敢冒险 你们是 你们就 就像当年的美国的那些国父们一样 从大 横跨大西洋 从欧洲到美洲来 追逐梦想 本身这条路就充满了艰险 要付出智慧和勇气 你们很勇敢 很智慧啊 我真的为你们点赞 但是我希望 你们到了自由世界以后 规划到自由世界里面去啊 不要再去留恋 你曾经逃离的那个地方 如果那里好 你为什么要逃离呢 是不是 那里这么好 你干嘛还要逃离呢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 我们到了自由世界 就维护自由世界的规则和秩序 捍卫自由世界的规则和秩序 抵制那些 落后的东西 我希望大家是这样 而不是像司马南那样的啊 垃圾到了自由世界啊 还在讲自由世界的不好 你不好你就滚回去啊 这个例子我已经说了很多遍了 这种垃圾是应该被唾弃的 但是他的粉丝还有一大堆啊 说明这个世界就是有这么一群垃圾人了 垃圾与垃圾之间啊 所以说物以类聚嘛 是吧 垃圾也要垃圾分类 是吧 垃圾垃圾分类啊 好了 我虽然人已经脱离了这个中国 但是我依然为人还在中国的人 捉急 真的为你们捉急啊 大家自己要想办法 我希望追求自由的人都能到自由世界来啊 那些喜欢在强国待的人 你就在强国待着 这样就比较好 因为人 人是不同的嘛 是吧 那么希望 希望大家成功 好吧 加油